我们的模型同样的可以从左往右的进行一个绘制 首先我们来建这边的这一个带门洞的墙体 我们选择创建图形 选择线 我们先来勾出墙体 勾好之后我们在顶饰图再来对它进行位置的摆放 然后对点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点应该往右再移一下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墙体的厚度 250 绘制好了墙体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写的材质是 文化史贴面 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材质编辑器 对它进行命名选择一个空的材质球 调整一下颜色 对它进行附加 绘制好了墙体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绘制它的门洞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门洞的位置 这边还应该再往右移动一点 我们进入它的线的修改命令选择点 进行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退回到解除命令 这样我们的正面墙就已经绘制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的门套 同样的选曲线进行绘制 配合我们键盘的I键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面套进行一个挤出 摆对好位置之后 它应该比我们的墙体往外凸一点 我们可以直接挤出300 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我们可以直接写门套 门窗套 绘制完了门套之后 现在我们来绘制它的门框 我们可以选择矩形 直接来绘制 然后将它转化为可编辑 样条线 对它的其中一条边进行复制 然后扫描 选择扫描的图形 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 再来调整它的九宫格 也就是点 调整好之后 我们将它对齐我们的墙体的中心 我们可以直接用对齐工具 Walt加A快捷键 对齐Z轴 中心点对齐中心点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对它添加一个材质 门窗框 进行一个附加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细一点的这个线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们进行扫描 然后输入数据 我们可以输入20 让它做得细一点 同样的对齐我们的窗框 更改材质 做好之后 我们在顶视图上进行观察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玻璃 我们对玻璃进行一个挤出 5毫米 让它对齐窗框的中心 更改它的材质 这样 这边的正面墙体我们就已经建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右边的这一面墙体 我们选择图形里面的矩形 然后开我们窗洞的位置 在顶视图上摆好位置 调整点 对它进行挤出 250的墙体厚度 材质附加 接着我们再来画它的窗套 在这里 里面有三个窗 所以窗套我们要再绘制一下 分三个小窗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300 添加材质 再来绘制窗框 转化为可编辑 样条线 在这里刚刚绘制的时候 捕捉没捕捉到位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下调整 然后复制它的边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点转化为焦点 对它进行扫描 输入数据 让它对起墙体 然后对系的窗框 进行重新绘制 再重新扫描 让它对起于窗框的中心 再来绘制玻璃 挤出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对起于我们的窗框 这一扇玻璃绘制好了之后 同样的这边 我们可以进行直接的复制 我们可以将它们 乘组选中窗框玻璃 进行乘组 可以进行一个实列的复制 然后中间的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同样的选中它 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这里因为要修改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复制 然后将主挤开 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退回到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 将点往右移 然后复制一条边 到中间成为窗框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小的窗框 再复制一条到右边 再复制一条到右边 我们再将玻璃进行一个调整 在矩形的图形上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然后再来调整它的点 这样这边的玻璃就已经改好了 这面墙也已经基本建好 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这两面墙体之后 现在我们要对它们中间的这面墙体 进行一个绘制 首先我们将我们的视图切换到左视图 在这里我们能观察到 正面墙也是由墙体和窗来组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行绘制 我们先绘制墙体 然后开窗洞 窗的下沿我们可以参考旁边的进行调整 因为在这里被挡住了看不见 所以我们参考旁边的来调整一下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250的厚度 在绘制的时候 记得一定不能重面 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 胶面 对它的材质进行一个添加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窗套 对点进行调整 对点进行调整 挤出300的厚度 挤出300的厚度 正里面的窗框进行复制 然后来修改 旋转 10列的复制 然后中间的同样的 我们可以选正里面的进行一个复制 旋转 对 这样中间的正面墙体我们也已经绘制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右边的正面墙体 同样的选取矩形进行绘制墙体 然后开出窗洞 在顶次图上来调整它的位置和点 这边的点我们可以直接往右再移动一点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250的墙体厚度 添加材质 绘制窗套 先挤出厚度 然后再来摆放它的位置 我们再来绘制窗框 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对齐于墙体的中心 我们再来绘制细的窗框 绘制好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一根立着的线条没有和它们附加到一起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附加 再附加一次 附加好之后 掃描一下 同样的 对齐于窗框的中心 更改材质 再绘制玻璃 击出5毫米的厚度 让玻璃对齐于窗框的中心 对齐于我们小的窗框中心 然后正面墙体我们也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之后 同样的 在这边我们会发现 有漏缝 我们可以根据顶视图 来观察 将这一面墙体进行补上 我们在顶视图上来进行一个补枪 在这里我们要测绘一下墙体的高度 3343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都触好 这里我们的铺钓 然后我们放入水 立即水 以彻底带入水 我们来砂护铺钓